4月20日,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成在立法会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,并于4月21日在立法会全体会议上就施政报告内容回答议员提问。 在施政报告中,他指出,将发挥财政调节手段的作用应对疫情,增开支、减税费、扩投资,以实现保就业、稳经济、雇民生的目标。 贺一成介绍,由于疫情影响,2020年将是澳门回归以来第一个赤字财政预算的年度,澳门各行各业都面对困难和挑战,预计全年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降,其中博彩旅游业首当其冲。 贺一成表示,澳门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的相关开支将超过500亿澳门元,在抗疫期间,增加财政开支、减免税费、疫情缓和后,加快审批工程项目,使建筑公司尽快复工,同时推出街区美化支援工程,创造就业机会。 对于疫情过后的经济提升,特区政府将采取加大公共投资,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复苏,鼓励私人投资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,辅助中小企业的四个措施。 贺一成强调,博彩旅游业一夜星百夜望,要加强协助博彩旅游业度过疫情难关。 适当时,请求中央政府恢复内地赴澳旅游签注的审批,增加自由行的城市,并与广东省协商放宽广东居民赴澳旅游签注的政策,恢复旅游业发展。 在疫情基本稳定,而内地赴澳签注想未恢复之前,推行澳门居民本地游和横琴及邻近地区游等旅游活动, 加深澳门居民对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和景点以及横琴的认知,增加举办哲庆的城市, 推行有关奖励的措施,鼓励邻近地区居民来澳旅游和消费, 接至4月21日,澳门已有13天没有新增输入病例, 在此情况下,内地居民是否能够方便地往来澳门? 在当天的立法会全体会议上,贺一诚表示,适合澳门人使用的健康码已经研究开发, 为便利往来,要与内地协商健康码的护认。 不是这么简单,我们已经是开发着这一方面的有关的工作,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达成了互相能够协议的, 你譬如我们内地的外国,它可以用回内地的健康码, 去到小区那里报道,它不离开广东,可不可以? 贺一诚说,面对疫情形势,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认清困难和挑战, 既不可掉以轻心,也不必过分悲观。 本次疫情对政府和全体居民都是一次一场大考, 我们相信短期的冲击不会改变中长期发展的趋势, 疫情终将会过去,一切将会回到正轨, 中国的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。